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我们剑惠的一个比赛 周三剑惠的一个比赛 最近做那个剑惠单挑赛做的比较多 这两天的话给兄弟们换一个口味啊 看一下剑惠的一个比赛 因为三个星期的话 星期六星期天的话是福战嘛 所以说的话 离福战的话也不是特别久啊 就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边 一般按照《梦幻石油》的习惯来说的话 冠军的话是不打剑惠的 你先珍宝哥冠军对吧 就没有打剑惠 这边的话是我们钓鱼岛的一个团队 钓鱼岛的团队的话 在星期三也是就星期一有休息嘛 星期三又打剑惠了 在磨练自己的一个技术啊 上次的话也是钓鱼岛输给了珍宝哥嘛 负赛的话钓鱼岛输给了珍宝哥 所以说对吧 也不能说技术不行 就多就多打打多念念嘛 因为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话 前面两个月有一段时间的话 他钓鱼岛的话是压着珍宝哥在打 然后的话 珍宝哥现在物理齐背之后的话 感觉好像现在珍宝哥又压着钓鱼岛在打 就钓鱼岛的话 最擅长的那一套阵容 打不过珍宝哥就说你 哎呀啊 说你什么你啊呀的那一套阵容 打珍宝哥说你哎呀打不过 因为什么打不过呢 因为风气没有珍宝哥的那么好 对吧 玩两个风气还是没有珍宝哥那么厉害 就所以说的话 也可以看到就三个月的复战星球星天 跟剑惠啊 嗯 观战番 钓鱼岛这边的话 出战的话都是一个大潭官府国标的一个阵容 所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手国标阵容 国标阵容的话 是什么队伍都可以打 好吧 什么队伍都可以赢 也是什么队伍都可以输啊 就是国标队伍的话 对吧需要对吧默契的程度啊 对阵容的一个熟悉程度啊 不是像那种斯托尼 森林 飞机许妙 对不对 出队屏 套路比较单一 国标队伍的话 套路要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的话 磨练的程度要比较多好吧 不说废话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两边的一个比赛 对面的话是我们的 画碗的一个团队 也是我们号称对吧 第一三宫指挥的画碗 画碗团队的 嗯 一个三宫的一个队伍 而且对面的话是一个 差不多也是一个天正极限大克的一个意思 好吧 对面的话是一把天正 天正本身的话是一个20%的一个阵法加成 好吧 小克之后的话25% 天正差不多 天正小克 反正伤害已经拉的满都 满到不能再满了好吧 观战方的话 选择点对面的一个宁波城 所以说的话观战方 点人点的 嗯 就是比较的聪明 为什么比较聪明呢 因为宁波城可以开真军啊 斯托尼开不了真军啊 好吧 有斯托尼对面这个斯托尼 飞宝娃三还是蛮高的 不过斯托尼这个门派呢 怎么跟兄弟们说一下呢 斯托尼这个门派就是你伤害再高再高再高 也就这么高 你飞两千就是两千对吧 你点完爪印加完魔镜 对吧 也就个三四千 但是宁波城这个门派的话不跟你嘻嘻哈哈 对吧 起完真军一刀砍你一万 就说一说的话 就现在都聪明了 以前都点斯托尼 现在都点宁波城 而且你像观战方这种复战队的话 要点的话一定要早点 晚点的话就对面飞几波啊 宝宝稍微掉一掉啊 就观战方再想点就不太好点 小小小没有挂中有一点点可惜啊 OK我们来看一下比赛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比赛第四回合 观战方的女儿村有医术 好吧 医术的话对面的话是辞不起来 不知道观战方有没有带斯托尼 对面的话选择地府 还原拉 宁波城 还原术的话会增加 自身的一个 伤害 按道理来说的话 第四回合可以起真军了 红卷参云 哦 哦 还是不起真军用的是金掏 就如果说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就现在的话 嗯 现在你不起真军的话 真的不太好打 现在这个比赛 一定要起真军的 没有真军的话 你先 靠这种平平残残的飞机下群秒 先推掉服战队 你不说钓鱼岛这种超级 对吧 豪门 对吧 反正 比较困难 一定要起真军 里面飞机 就说你没有那种意外的伤害啊 意外的惊喜啊 你就这种平非平秒啊 感觉还是不太行 兄弟们可以看到啊 怪在反鸟阵的神武灵 比对面的宁波城都要快 对吧 鸟阵是六段的腰带 是六段的鞋 比对面是六段 对面应该也是十五六段啊 这神武灵速度快啊 就怎么说呢 就对面倒地之后 配速不一定能拉自己 就配速拉自己 就配速宝宝的话 肯定比怪在反神武灵要快嘛 他配速的宝宝拉自己 怪在反神武灵卡在中间取秒 贼难受 哎呦 你看这宁波城山也高啊 捅一刀直接捅出 女孩村神友 女孩村神友 应该是有一把满愤怒 没有用 选择起来一个后援闪 这边可以点人了 大坦官府先出宝宝还是 应该是先出宝宝 地府金的话 大坦官府应该先出宝宝了 OK 比赛的第七回合比较关键啊 为什么说比赛的第七回合比较关键呢 比赛的七八回合的话 因为 八回合地府有宁元了嘛 就所以说对面再倒的话 观战犯言三小死完 四回合出地厅了 我觉得观战犯 第八回合点人比较好啊 因为对面这个血线的话 都不好 第八回合的话 大坦官府巨剑点一个 第九回合 大坦官府很少前军点一个 地府的话一点宁元可以栓眼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犯指挥怎么选择 如果我是指挥的话 我就这样打 对吧 这一回合大坦官府可以起个盾嘛 稳一稳嘛 神武林的话再取秒一波 压低对面的一个血线嘛 第八回合再点嘛 第八回合巨剑点 第九回合很少前军点 对面小死完没有挂中 观战犯接着一把金星 看一下观战犯怎么选择 小死完点没有选择 选择八回合点 而且点的是对面 破雪宽攻点也可以 很少前军 破雪宽攻点也行 很少前军大琴一三叠 好吧 点倒之后 那下一回合的话 地府可以厌三小死完 那对面的话三攻变两攻 对吧 观战犯也是两攻 对面也是两攻 那这个比赛没了 就有一段时间三攻团队 打这种复战团队 胜率比较高 有一段时间 就现在的话 都差不多知道 三攻团队的套路了 就起真军怎么样的 而且三攻团队的 突破点在哪 就差不多都懂了 所以说现在打三攻团队的话 复战团队的胜率要高很多 很难得看见 就是这种复战 比较豪门的一个团队 打不过三攻 有的时候 给兄弟们换个口味 一直播剑回单胶赛也没意思 给兄弟们 对吧 换一换口味 换一换心情 兄弟们有喜欢看的比赛 都可以跟我说 反正 对吧 有精彩的比赛都可以 欢迎兄弟们投稿吧 反正做视频也不用钱 看视频也不用钱 就不用喷我了 帮我点点赞 对吧 评论评论就行 好吧兄弟们 看个视频 对吧 点点赞 所有 所留余 余香兄弟们 比赛第八回合 第八回合 下一回合第九回合 小死亡挂一个 小死亡挂宁波城 对吧 化身活血大潭官府 巨线一展 对吧 可以换地厅了 看一下对面怎么点 对面这个小死亡 命中率很忧心 化身 还不活血 消极残刀 小死亡挂 巨剑 斩个拉斯 巨剑 单头破血完攻 没有用巨剑 OK 那下回合可以出地厅了 听个拉 你看 你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对面这个宁波城 能不能出手 得看运气 看什么运气呢 看自己出不出163 对吧 你出163 就可以出手 你不出163 你必须拉 拉起人之后 对吧 你先得吃我生命的一把取秒 你再看一下 你自己能不能出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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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第四回合 观战方换逆听 有这种 雨倒的这种地厅一换 对面就差不多会逃跑 不逃跑的话 给地厅刷数据 而且观战方 女儿顺势一速 对面也吃不起来 吃起来也没有用 就这个局面的话 三攻打 不战队的话 得顺风顺水 从头退到尾 就这种局面的话 再想翻盘是不存在的事情 OK 对面的话很懂 也不耽误时间 好吧 比赛四二回合 喜欢看泡河视频 我们下集再见 战敌餐尼血雨 看一下 三攻队伍的法术 繁育比较低 一把战敌 一把餐尼血雨 秒一万 好 帞 台湾 空 对面 台湾 因为 颊 爆炸 台湾